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食食入寇 今天的食食入寇呢 我们要让大家 知道一家 一家很特别的餐厅 跟小农的食材的聚集地 是不是这样 应该说台湾冠军食材的一个集合点 在台北市区 这个主管充满了信心 现在讲话的人 我们请家昌帮大家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家昌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我自己非常要好的朋友 而且在饮食餐饮这个领域里面 我这个打从心底佩服的 真的没几个人 那这个Sandra 舒惠绝对是排行在前面的 那她到这个新工作多久了 两个月 转战到这个新工作 到了这个一号良昌勒普丁这个集团 那正式的安博担任副总的职位 那她最大的责任是把这个集团努力的故事 还有对于这块土地 刚刚在上节目之前 我们聊了快20分钟 全部都在讲1922年 1944年这两个点 从过去的日式老房子到现在 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去研究这个典故 然后现在希望怎么样呈现 给在这个城市生活甚至到这个城市观光的游客们 那当然这次被大家看见的亮点 还是在台北米其林 碧比登 对就很快就入选了 因为其实一号良昌没多久吧 一号良昌大概两年多了 对 一号良昌很有名啊 是 因为你们有个顾问叫徐仲 是 他做的食材给我们好荣幸 因为他那个长得很帅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徐仲他说你长得很帅 Coco姐称在里面 他是哪里的精神武啊 他是哪里的精神武 是五谷吗 全省的精神武 全省的精神武 因为他在全省各地找食材 好所以通常会在一个 这个有机农员里面会看到 这个 没错 好这个一号良昌的顾问是徐仲 但是一号良昌其实是一家 我们是建设公司 本业是一个 我们是历街建设 然后我们的旗下有另外一个公司 就是我现在服务的单位 叫做历街生活文化 所以李珠惠小姐 现在是历街生活文化的副总经理 是 为什么这么多建设公司的老板 要开餐厅或者是去 买银行 这个问题 这个都差太大了 没有啊 在那一湖有一家那个货柜的 一个咖啡啊 那也是建设公司啊 叫阿达什么生活馆啊 那也是建设公司的老板啊 别人我不知道 我们的我很清楚 很清楚 因为建设公司本来就盖房子 房子里面就住人 住人就要吃东西啊 也很建设公司跟餐厅的外表 什么都有关 可是他的建设公司 他是盖房子 他为什么去搞一个古屋呢 古屋 因为我们的本业其实有一大块是做所谓的古积修复 哦 是啊 因为我的老板跟老板娘两位是建筑师 然后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直专精在这个古积的修复 哦 怪不得了 这个城市的代表 终于有道理了 我的问题也是有逻辑的 没错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 今天要介绍古积还是介绍吃的好像蛮多的 应该应该是介绍整个脉络吧 哦 都有 就是说因为其实蛮好玩 我们的第一个案子呢 有关建物的案子 在这之前我们都是做台湾文化的一个投资啊 就是说我们投资很多台湾的艺术品 所以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有个小小的艺朗 还蛮好的 都可以去看看像是吴东隆老师的作品啊 沙灿如老师的作品 我们都有收藏了很多 然后到后来啊 在一开始的时候做种子计划的时候 有做了所谓的一些户外的展演 就是艺术在左右 然后就有做了艺术在山左右 艺术在河左右 你说这是历阶建设自己投入的这些 那我们那时候就做了 是因为老板娘比较有气质吗 是因为老板们觉得艺术是把人带进一个特殊的 通常都是有钱人很残愧的时候 就是一点身为回馈 后来我们就做了勒普丁这个案子 然后勒普丁这个案子 就是我们第一个修复的古迹 勒普丁就是在 航中南路二段进化 再往前面一点点 那边有去吃过饭呢 他们是同一个 那边要不要脱鞋子 不用脱鞋子 很多地方我忘记了 我们是一个 勒普丁在中任经典堂那附近的一家 然后在这个1922年的时候 这个房子就盖起来了 然后后来是 之前是日本高级长官的官社 然后后来是领务局的长官的宿舍 然后后来就荒废了很久 之后到2013年 勒普丁是台北市政府标出来的 所以你们在那边 所以老板的第一个跟餐厅有关的案子是勒普丁 对因为他盖好房子之后 修好房子之后就觉得说 一定要让大家在里面体验生活 那如果让一个人住 那其他人就不能看到 所以他就开了一个餐厅 在之前他们从来没有做过餐厅 在里普丁 对 然后那时候呢 因为他们去做了这个文化的考究发现 住在这里的那时候的日本人呢 过的是天皇的料理人 1922年那个时代呢 是所谓大正时期的日本人 过的是很西化跟和化混合的生活 就所谓的和洋混合的一个生活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决定在这边卖法式料理 卖西式的料理 可是呢 我们是卖所谓的法和料理 就是说带着日本概念跟法式料理的一个技法 他去做的一个料理 就呈现当时在那个时候的高级餐饮 然后呢 同时就是融合了我们庭园 日本的庭园市来做这个庭园 还有就是这个环境 一些台湾的艺术品 去做这样一个环境 那也因为要在这边提供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时候住在里面的那个日本长官 或者是台湾的这些林务局长官 其实都吃得很好 全台湾最好的食材都在他们手上 送给他们 他们在管理 管理 所以我们就决定 在这边一定要用台湾最好的食材 所以那时候才会有邀请了徐仲来当我们的食材 过往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告诉我们 什么是最好的食材 所以这里在四年多来 都一直在用 在到处 我们都有一个团队全省搜寻最棒的食材 有点像是一个台湾食材的一个探险队 然后公司里面就搭配着徐仲帮我们找 然后我们后端做很多的运作 那到了两三年前 我们开始要开这个一号粮仓的时候呢 它更有趣 它是1944年的一个建物 那1944年那个食材 一号粮仓的地点是在巴德陆 巴德陆 巴德陆 市民大道之间 对 银建署的后面 它原先是什么建筑啊 它原来就是一个粮仓 它是1944年的时候 那为什么是两层楼呢 对 那两层楼是我们隔出来的 它的高 它原来粮仓高高的 它整个都是一个粮仓 那1944年的时候呢 那个日本人在二战末期 就接获到情报说 美国人打算轰炸台北四周 断他们的粮 所以他们就决定在这个铁道旁 因为你记得以前 市民大道是铁路 铁路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台北的制高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叫轮 就是一个山 下面一个美如美奂的 叫轮 这个地方是台北的制高点 然后如果你把那一个时候的 日本地图 台湾地图呢 台北地图 对着在对着的中心点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它是台北的正中心点 那在盖了这个 那日本那时候盖了这粮仓的时候 因为也是服务所有高级长官的仪式 所以台湾最好的米啊 台湾最好的食材 都集结在这里 那当初因为考究这个文化脉络呢 那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 有个团队找了这么棒的食材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 打算把它做成一个 像超市 那所以我们的英文叫做 No.1 Food Theater 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传统的supermarket 我们不是一个超市 我们是一个有点像食物剧场 我们希望在这边展演台湾最棒的东西 那也把我们过去三四年收集到的这些资讯 这些物产都集结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有什么 我们所有的农产几乎都是 神农奖的得主啊 冠军食材啊 这些东西在这里 所以要买好的食材 在一号两厂 是的 可是你们有个很大的竞争者 你们旁边是伟风广场啊 可是我们跟他概念很不一样是 他有全世界来的各式各样 进口的东西 进口的东西 那我们是以本土的为主 哦 我去你们那边买过苦茶油 哦 好赞哦 我自己也是 还有 还有麻油 对 然后最近要出那个 二重赛的那个酱油 就是赛过两次 他们干 就像评论科技大学那种 对对对 很赞哦 好 其实很多人这个在找食材哦 就是台湾 我的感觉是台湾的小农的产品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立即市场 就是他的客人非常的非常精准 因为像上次高静玉小姐来帮我们介绍啊 像什么啊 静玉姐也是很 什么清风那个鸡蛋呢 对 据说上天他们卖光光 对啊 一下子 对不起 这个要谢谢寇寇姐 对啊 不是啊 我是觉得因为他本来就很好 还有这个虾密世界啊 还有好几家 那个卖那个芒果的啊 什么 就是说那个小农的市集一个礼拜 他就他就引发了非常多人的注意 可是问题是小农啊 跟这个市场的结合不能只靠 真的 只靠这个义工啊 对 所以我们才会长线这样来经营 就是说为什么在上面开餐厅 因为你想想看现在都市人的生活 开火的几率有时候没那么高 可是我想要吃点东西的时候 我要吃好的食材 我要知道这个食材好不好 我在二楼的餐厅我就可以先吃到 那我可以在下面买了带上去吃 下面买的东西 果汁这些有 然后因为大部分都是生鲜食材 所以楼上都已经有做好的料理 OK 好 一号凉厂 其实他就是在巴德路跟市民大道之间 那他是一栋 就是那边那附近都是老屋吗 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些老房子 然后我们那一栋也是 然后旁边就是营建署 可是那边也有人住啊 有很少 现在是两三户 对 对 哦 好 这个在凉厂里面买东西吃东西 所以他也是台北市政府 他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市定古迹 市定古迹 已经是市定古迹了 就是也是 也是日本时代建的 1944年 对 日本时代 1944年 建的吗 对1944年盖的 他是为了要 为了要 就是两三战 就是两三战 大战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 结果后来真的没有被炸掉 就是我们举诈的总统棚的 我们的外墙上 有一整排美军扫射的弹子 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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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里面应该卖一个 什么美国的汉堡之类的 我们的确有卖西式的料理 但是一号凉仓的餐厅的东西非常好吃 他的牛肉面很好吃 可是他的牛肉面一碗多少钱呢 780块 好像吃牛排 对因为他上面的确就是一个带骨牛小排 OK好 超大一块 你如何说服大家 你的780块的牛肉面是值得吃的 因为台湾的牛肉面太多太多太多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说因为这个地方是这样 就说花一点时间解释 一号凉仓因为他是讲1944年到现在 整个台湾人一般庶民饮食的演化史 所以我们的菜单呢 你把它来想象成是一个台湾饮食的 近代边年式 OK 那可可早餐听众可以打九折吗 进广告好了 不好意思 历阶生活的副总经理李淑慧小姐 那马上回来咯 今天呢 实时入口节目 非常谢谢嘉昌带来了他的朋友 历阶生活的副总经理李淑慧小姐 介绍一号凉仓啊 跟乐补丁啊 这个是历阶建设的 他夫妇老板老板娘他们 在他们的这个本业之外的一个 开发嘛 那一号凉仓是楼下是超市 超市 二楼是餐厅 然后隔壁有一个独栋的两层楼的面包房 一楼是面包房 二楼是下午茶店 还有面包店呢 对 就很可爱 OK 全部都是台湾台湾款的面包 我问你喔 像去一号凉仓啊 或是乐补丁的消费者 大概是哪些背景 或是哪些年龄层啊 我真的很好奇这些人 家庭客站还蛮大宗的 哦是啊 对 然后就是因为带着小孩来 然后有了小孩之后 很多人又比较在意吃的品质嘛 然后再来就是有很多的上班族 说我们午餐很客满 因为就来这里吃午餐啊 然后喝个一样吃 因为我们价格还OK 还OK 而且食材很好 那常常在那附近 就觉得说来这里吃还不错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 很多的观光客 超多想象多的观光客 他们觉得要看古迹吗 一个是说他们知道这里有台湾最好的一些食材 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把这里当作他 旅行的最后一站买伙伴手机 哦你们那边有 我今天就带了一点点 要买苦茶油哦 哦苦茶油 那你看我们最我们的这些都是 我带了排名前几名的伙伴手机 没有冠军米 所以你们都是到处去找东西啊 冠军米对 哇 然后还有这个梅子粉 哇 上上周有一个香港人来包了一百多瓶回去送礼 真的吗 因为他说 我们沾芭拉汁啊或什么的那些 他说沾什么水果都好吃 所以我一定把它带来 在刚刚昨天博物 应该也可以呢 因为香蕉不错 真的真的 我没有任何意思 然后还有就是超乎我想象受很多主厨 因为因为认识我的关系也来这里探望我 然后吃到这个黑糖 黑糖是拿来吃的还是拿来做 它是你会不会长得像 它是拿来 其实他们后来 它好像块状的巧克力哦 对 而且有点像纯巧克力 然后它的香味 那天那个福安的华人来找我 然后他们因为 福安巧克力 福安巧克力 因为他们有受过味道的 味道的描述了训练 他光他跟他太太两个人讲这个黑糖 他们吃出来的味道 大概有七八成不同的味道 苹果香啊 然后荔枝香啊 他们的舌头长的都跟我们不同 真的 你意思说他 他好啊 拿一块来吃这样 第一口第二口 他就开始描述他知道的鼻腔里面 跟口感 闻到的味道 闻到的味道 好我现在也学会了 反正就随便讲 就像喝红酒一样 眼睛会浮现各式各样的东西 喝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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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物香 矿物味 石头香 我永远都搞不清楚矿物味 矿物味是什么 对对 然后他很妙是 他说我们找到的一对 可以 然后那个很多女生喜欢它 是因为那个补血 然后可以舒缓 可以组成 矿物质多 然后我们是找到一对老夫妇 做的 然后这对老夫妇年纪已经很大 他们在南部 应该是在嘉义地区 然后他们的年纪已经很大 然后因为常年做这种熏的东西 大家都霍 它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黑糖 你看他的颜色 然后就是它没有烧焦 它就是纯粹的把它体验 但是黑蛋也是用表涂糖做的 对对对对 都有很多 他有非常多的矿文质 這個已經變成柴燒手工黑糖的 樂譜會農裡面 1號2號的 這是你們的店的英文名字 你的意思是說這也是很棒的伴手禮 很多很多人很愛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醬油 賈鮮 高雄賈鮮 高雄我老爸 賈鮮 搞到家具賈鮮 就是都在深山裡面 那我們就很喜歡 去找到這些好的食物 那這個梅子粉這樣一罐 跟我們買芭樂的時候 那個小七都會給我們一個梅子粉 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好香 我這樣問的好像沒水準式的 不會哦 李叔惠小姐 她做回上面 你問對了 就是說我也很好奇 就是阿明明買水果 他就會付給你 幹嘛自己要買 梅子粉一定要吃水果的 吃水果 還有的人是說什麼 吃 吃 消化嘛 吃 肉類的時候 也可以啊 會軟化 對他就會讓他 可以做那個調味 對做調味 好東西講完還要講你的餐啦 這個情人果乾是芒果的 這很重要啊 今年要多做一點啊 因為今年芒果很多 真的 阪辣也是 對我們今年很認真 因為今年農產品 還有醬油啊 有啊 就是你們最新推出的 然後我們都是找他們幫我們做最好的 白鋪印油 對 好香哦 拿來沾 那我太會 任何東西都好好吃 我是不是不太會做飯 我都不知道說醬油好快怎麼分別 啊醬油好壞就是 哈哈 你要聞到他有天然的豆香 豆味 然後有乾香 吃了之後他鹹味之後會帶一個乾香出來 可是不同的醬油你做的做飯的時候他的鹹味不一樣 不一樣 那香味不同你就要放不同的料 對 所以我們會我們在現場也有賣三四種 然後很多人會買三四種回去混著用 OK好 這都是你們的Omiyaki 是 非常知名的 冠軍米 接下來下個禮拜要收成了 要去池上大波池 看林隆欣大哥幫我們做的冠軍 這個是最受歡迎的大小 就是林隆欣先生 是他是三屆冠軍米第二屆的冠軍米 好 我們的餐 接下來介紹你們的餐囉 我們的餐呢就是用台灣最好的食材 比如說我們一樓賣的很好吃的胡蘿蔔豬 吃胡蘿蔔長大的豬的那個豬 真的啊那個豬眼睛是紅的嗎 這個我要去研究一下 我沒有問過他的肉粥 然後再來就是有五屆桂丁雞 我們在南投五屆一群單親媽媽 原住民媽媽幫我們養的這個桂丁雞 是最頂級的 然後我們就用它來做這裡面雞的料理 然後豬就是用胡蘿蔔豬 所以就是台式風味胡蘿蔔豬雙拼 對 我們昨天還在討論就是好多客人喜歡吃 最受歡迎的菜是什麼 我來看一下 有一個疊頭飯呢 它因為很限量 那很限量也是 而且只有中午 對 然後它又是隔桌才能供應室 因為它準備起來麻煩 它是兩種豬肉 就是有台味的這個鹹豬肉 跟台式的叉燒肉 然後做成一碗那個 就是有點像凍飯 下面是我們的冠軍米 上面是兩種豬肉 然後有一顆我們的冠軍雞蛋 它是樂出蛋 就是母雞生的第一胎的蛋 然後再有配上當季的一些 我們找到了一些食物 我後來才發現很棒的蛋 你看的蛋黃其實是淺黃色耶 對 因為很深的橘黃色 是因為加了 研究出來的 加了那個胡蘿蔔樹 或什麼就是紅色的東西 因為傳統上大家比較明信 像以為要黃黃的 其實不是聽眾朋友 哇這個很棒耶 這個疊頭飯很棒 超好吃 然後小朋友一定愛死了 真的真的 然後貴丁雞腿飯 其實有點像海南雞飯 所以我說它是個編年史式 我們從日據時代的料理 到後來國民黨來了之後的這個 牛肉麵滷味這種料理 然後到了美軍元台 我們一些麵粉 西式的料理 然後到現在我們所謂新住民料理 都在我們這本菜單裡面可以吃到 所以我們一邊去就會知道 原來我的米是從哪裡來的 我的雞是從哪裡來的 都可以問得出來 他們說樓上吃的 樓下買得到 樓下有賣的 吃完我覺得很棒 可以到樓下買 這是最常有的一個行程 這個很棒 然後還可以到隔壁 我們的喜歡的 麵包店 買麵包 糧倉牛乳香拼盤 多臭汁 還有滷味 然後滷味就有牛肚 牛腱 牛筋 然後豆干 花肝 我都流口水 哈哈哈哈 自己都流口水 那這些茶葉咖啡咧 茶葉是 你看我們的世界金獎的 瑞瑞那邊的麗香紅茶 還有 其他有自的一個 所以樓上賣的東西樓下都 幾乎都買得到 所以你們的 你們菜單有好幾組耶 好幾組 我們有午餐跟晚餐有分開 因為我們有客人是 午餐演的晚餐演 還有經典調酒呢 調酒就是這種東西 講到酒就開心了 糟糕糟糕被發現 什麼時候可以看到帥哥徐仲呢 你跟我說你什麼時候 我讓他一定 請他一定都在 那我來問徐大哥 什麼時候可以來住店 以後你叫他住店 好住店 我就公開他的時間 調酒最經典的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24小時 早上講酒要 開酒 開車不算酒 真的 對對 我們就所謂的春分金子酒 都是我們的調酒 是用我們的這些 在地的一些水果物菜 然後再配上我們的一些 一些調酒的說法 這個很棒 這都是我們台灣人的調酒耶 對啊 自己做出來 那問題是調酒跟你們的菜有搭配嗎 有耶 因為就是要搭配 所以才自己研發 所以那也這些經典調酒也都有 是因為還是有些外國客人 他們喝一些他們喜歡的 對 然後我們也有賣 啤酒頭的24節氣的啤酒 然後也有台灣啤酒 我們在地人釀的啤酒好好吃 好好喝 超好喝 可是我喝到一個春分 啊就是啤酒頭啊 啤酒頭超好 好甜喔好好喝 我吃喝到全世界最棒的啤酒 真的 你們在邊喝啊 有喔 它是我們長期的一個供應商 然後那個豬腳 超級好吃 超棒的涼藏香豬腳耶 這是我們一般 在我們的平常的飲食裡面 喜歡吃的東西 在這邊都可以很輕鬆的吃得到 那這個豬就是胡蘿蔔豬嗎 就是胡蘿蔔豬 OK 薇丁雞胡蘿蔔豬 對 我們有時候逢年過節 還要應客人要求 就是做版成品 讓他們帶回家 好棒喔 一號涼藏原來不只是 樓下的超市 所以你們樂不丁的菜 也都是一號涼藏供應的 不是樂不丁是自己的 他們好像不一樣 不一樣 那邊做的是法式料理 然後就很精致 也是用台灣最好的食材 那麵包也很好吃 喜歡愛不仁是台灣的名字 什麼叫做 喜歡愛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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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來介紹 一號涼藏No.1